今天这些个股推介是昆龙能源135 简选原因是市场憧憬中概股退市风险降低 为美国加息预期升温 美股加深调整等因素影响 恒指短期先在2万点附近增持 后市适宜关注内地政策和内地经济数据表现 如果往后数据情改善的迹象就有望支持港股 昆龙能源的业绩好过市场预期 业务增长前景正面 适宜是后低级纳 昆龙能源是中石油旗下天然气业务的核心发展平台 公司上半年按年多赚1.9到31亿元人民币 好过预期 管理层维持全年增长目标 包括销售增长1.5 以及液化石油旗LPG主运量达到90%的运行率 并且预期今年全年将会达到盈归平衡 市场对昆龙能源气业务增长前景看法正面 摩根士丹尼说 昆龙上半年录得最高的气量增长 与同行中最低的天然气成本增加 这关于昆龙可以从无公司中石油 获得较低的天然气 而这个优势在即将来到的冬天很重要 因为目前天然气的成本较高 直优刺激下昆龙能源近期突破下降轨 走势好转 昨天收布6.87元 策略上有货的投资者可以在6.7元或以上继续持有 目标先看2月高位大约8.3元 未有货价可以在6.4附近吸纳 跌穿6元便适宜减持 sat录下降轮 黄 academ难 carte 还记得现在长参 ран 适宜减失